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欢迎收听商业外讲 我是杨轩 让我们一起来向世界多问几个为什么 在这个快速变化信息爆炸的世界 挑选你不容错过的商业现象 聊点以不变亦万变的本质逻辑 嗨 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外讲 我是杨轩 一个观察人类在各种风口反复横跳的主编 那这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冯老板 好好住的创始人 冯老板是我认识特别多年的朋友 我是他们的忠实粉丝 在当年就是好好住还只是一个公众号的时候 我就每天都看 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 好好住从公众号变成了一个APP 然后第一时间就说 我要去报道一下这家公司 我就找到了冯老板 然后前两天我跟冯老板对自己 就是我们俩认识多久的时候 忽然意识到说已经七八年过去了 还是挺震惊的 这次本来想说 2022年要不要找冯老板聊一聊 疫情中大家的这个家居生活有什么变化 冯老板说 说疫情中的家居生活吧 虽然有一些小小的改变 但是不改变居住的本质 所以呢 这期就有请冯老板来跟我们聊一聊 他对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这个家居生活的变迁史观察 冯老板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冯老板 我觉得冯老板应该是最了解这代中国年轻人家居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就比如说如果让你去讲一讲啊 你看到的就是大家这些年的这个变化 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 大家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 就是之前大家其实不管住这个事情 之前的甚至一提到装修 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任务 我要把这事给干完了 我要结婚 我得装修 我买了个房子 我得装修 我得把这事给干完了 干完了就解脱了 就结束了 但是现在大家是真的是在琢磨我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会比较舒服一些 我其实不太理解说 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要干完了事情 我记得我当年我自己搞张修的时候 特别沉迷 那是你 真的你接触了很多的消费者 很多的用户之后 你发现其实对于最大公约数的人来讲 很多人还是对这个事很害怕的 甚至是有点抵触的 其实在这些年来 慢慢 由他以前好像大家被绑得很紧 慢慢慢慢大家在松 把自己松绑 你说这个绑是被什么绑住了 我觉得被很多前提绑住了 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 做好住我们做了七年了 关注家居这个行业或者是消费者的生态 或者居住者这个人群 我关注了十多年的时间了 你就会发现他们给自己很多的前提 我是租的房子 然后我的房子不够大 我的预算不够充沛 我没有买房子 我如果买了一个房子 但是这个房子很偏远 或者我是一个单身 或者我有一个孩子 有两个孩子 就所有一切都可能变成一个制约他们 限制他们去追求居住条件改善的原因 就是说因为我有这样这样的原因 所以我不能住得更好 因为我觉得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讲 解构居住这件事情其实挺难的 对 我当年就是起步是怎么回事 我是先看了一部BBC的纪录片 告诉你说 它是一个我忘了几集 大概八集左右吧 告诉你说这个所谓的家装是怎么回事 就是从光线 颜色 材质 结构 然后呢 我有一个特别精通于吃喝玩乐的闺蜜 推荐我一本书 叫设计原则 是一个 那本书非常好 对 家装设计师写的 很系统化 而且我当时还干了一件事情 我大概把日本那个全能住宅改造王 一百多集吧 我都看完了 全能住宅改造王 是很多中国人 年轻人居住很重要的一个启蒙点 刚才咱们提到松绑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绑的最死的 我现在看到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被视觉绑的很死 老把居住和居住环境 家居装修这几个词儿跟好不好看 审美绑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束缚 就觉得要漂亮 对 因为你要知道审美这个东西 不是那么容易去建立的 最关键我们站在非常专业的 居住的角度去看 审美并不是居住必备的一个要素 第二条绳子就老把这个居住环境 跟装修这件事儿划等号 这个是我觉得最希望大声几呼 大家要改变的一个意识 装修只是我们改变居住环境的契机之一 其实我们改变改善居住环境的契机 每天都会都在发生 每天都存在 你租的房子 你不装修 任何情况你都可以改变居住环境 因为确实对很多人而言 居住是一件既熟悉又陌生 真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当你没有系统性的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云团 谜团 就是一片雾 然后这个时候 人的本性就会告诉自己 我不需要去走进这团雾里面去 然后就开始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 我没有装修 我没有换房子 我家里太小了 然后我还有一堆孩子 这些都是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让你不去走进那团雾里面去 因为我是80后嘛 然后我自己觉得 就比如我会这么沉迷这件事的动音呢 小时候我妈把我们家就刷成那种 蓝绿色的色调 那你妈很先进了 嗨 我有一次去邻居家 发现他们家是温暖的 他们用的暖光 然后我才知道 家里可以是很温馨的 我们家用的那种白光你知道吗 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家就永远forever就冷冰冰的 这个好像就是上一辈人对于所谓的美好居住这件事情不是特别有概念 他可能也想住的好 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到我有能力去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这事特别重要 这其实是人生你过得好不好 特别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可能我们这一边人跟上一边人比 我们其实是有能力去获取信息 也是可以去做出自己的改变的 我觉得反正就是这一边肯定是往前进了 是 即便我妈妈已经算 我觉得她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开化 也比较时髦的人 最近在给她装修嘛 我都发现她很多东西 她不是说不接受 她是觉得没必要 就是没必要这三个字 是我给我妈装修最近听到最多的三个字 她觉得啥没必要 她觉得很多事情都没必要 比如说她觉得加热的作变器没必要 在北京可太必要了 对 她比如说她觉得在家里面去用这种推拉门 而不是挺开门 她觉得没必要 推拉门不是很省空间 而且解决很多适老化的问题 这些东西都是解决问题的 但她觉得没必要 我已经凑合了这么多年了 我可以继续凑合下去 凑合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个痛苦 因为已经凑合了那么多年 但是当她面对一个说 我可以让你不凑合 可以让你更愉快 而且成本造价并没有更高的事情的时候 她仍然选择的是放弃 我的妈妈跟所有人的妈妈是一样的 《与主优法》如果要动硬装的话 确实就会很复杂 哪怕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举不举改的需求 比如举改厨房 举改卫生间 已经有一些OK的成型的方案了 但是其实大家还是很难去选择 因为对生活 你日常生活影响是很大的 说实话 这个结绑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 预想的要快 但这个方向有点歪了 怎么讲 往视觉方向歪了 这个是我觉得让我比较着急的一件事情 社交媒体上容易窗红的肯定是视觉上非常有爆发力的 特别能达到人的 很有爽感的 也有那种造梦感 对 而且我觉得我最近在什么小红书抖音上刷到的跟家具有关的那种短视频 我都觉得说 这也太好看了 首先第一我非常心动 第二我想了一下 我要搞成那样 好费劲啊 因为我们跟很多的设计师打交道 打了七八年的交道 真的从很专业的角度来看 有的时候你要为了实现真正的美 审美 你要放弃很多使用性的 这个过程其实是对很多人来讲门槛最高的 甚至都不是钱的问题 可能那放一个柜子 设置一个那个东西 它就是不好看的 它就会影响你整体的视觉 会影响到使用性 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 就是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开始觉醒了 但是觉醒的方向有点跑偏 视觉和审美 我觉得是要提升的 但这个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经常看 听到有人说 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家 就说这个家感觉就像杂志里走出来的 或者说 听到一些人说 我想把我们家设计的很好 如果杂志来拍我 能拍我 那真的太牛逼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跑偏了 就我最近经常说一个词叫自洽 或者接纳 就是你要接纳自己 你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审美 我们得接纳自己的审美 就是这样的 它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最开始坐好住的时候 我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带着上帝视角去看事情 就觉得哎呀 这事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后来我到了17年18年那段时间 对我冲击特别大 因为我平台上面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享自己的家了 你就会发现很多人的家看起来很一般 很普通 就视觉上 很普通 没有什么特点 没有什么亮点 从审美角度 有很多应该改善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有点冲击我 那我当时就在想 那这些创作者 是我这些著友 他是我们应该就是欢迎的吗 是我们应该去包容的吗 后来我大概纠结了一两半年多吧 不到一年 我就发现就是 第一 我们得接纳所有的审美 好的也好 不好的地方 因为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我说我审美好 那可能家居朗的编辑 关迪老师 也不觉得我审美好 对吧 这个审美 就是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的取向和能力 然后我觉得要自洽 要接纳 然后第二个就是 不要去 以这个为标准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我有个观察 就是这么多年 每一年都拱出一个新的风格 最近又有露营风 有很多人在家里面搞的露营风 我觉得大家 就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就是由于不停的有标签出来 有风格出来 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在居住审美这块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审美体系 所谓的风格 我们都没有 突然涌进来很多的风格 这就是我们在慢慢消化 然后又出来一种 又盛行 然后又看起来好像又消亡 但它没有消亡 然后慢慢慢慢 你就会发现这个市面上 人们的家里面的风格 越来越多样化 再往下的一步 就是一些比较先锋的 真的比较懂居住 或者说自己有自己的审美 开始建立审美体系的人 开始从一些风格里面跳出来 变成自己的风格 这个是一个 我认为这是审美的终极 不是把你的家和生活 变成某一种可以被贴的标签 同样吧 对 其实我们早年间干过一件事情 我们看了全球的Airbnb 各种城市的Airbnb 会发现其实差异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差异又特别大 就是它的不大是在于 它没有什么刻意的风格 这是它的差异不大的地方 它差异大的地方就是 每一个好的Airbnb 好的人家 其实有它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没有办法被定义的 所以我就说 这风格的终极 就是审美的终极 就是你用自己的审美体系 建立起来了 这是终极 这是个过程 就是大家不要焦虑这件事情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就类似于时尚行业 它是需要一些风的 我觉得它需要这些新的东西出来 不然的话 大家怎么更新换代 怎么激起消费率 是的 但我觉得本正还是回到说 我觉得你讲了很多年 那个主题 就是说 这个怎么让你的家 适应你这个人 对 我曾经好几次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做大型的断舍离 后来我发现 断不了 断不了 不断了 我不断了 我接纳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难点 就我怎么能够坚定的做自己 而不受外界的干扰 第二个难点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我们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的生活需求是什么 我们的习惯是什么 居住跟哪四件事情相关 第一 我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第二个是我的喜好是什么 第三 我的兴趣是什么 第四 我的家庭关系是什么 我这么多年发现 真的少有人把这四件事情都看透 人是了解别人很难的 了解自己反而更难了 但是你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话 你想想你的居住怎么能做好呢 家庭关系这件事情也挺复杂的 有没有孩子 你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 包括你两个人就 我们会细致去看到伴侣 这样的关系 两个人同住 再细分他们的关系也不一样 两个人想黏在一起的那种 还是两个人不黏在一起 还是说更多的是 有的时候想黏在一起 有的时候想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那这个东西折射到居住的设计里面 房子的设计里面 还有这种规划里面 到底应该怎么折射 这个都是很关键的 有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 无论你是装修 还是说你想去优化你的生活居住空间 你要对自己做一次梳理 对自己的生活习惯做一次梳理 真的是要去了解自己 有的时候你对自己是有滤镜的 比如说我拿我来讲 我的滤镜是一个我在书洗打扮这方面 很简单的一个人 但去掉这个滤镜之后 客观上看就是我的洗脸池上面的东西非常多 各种各样的破烂零碎 非常多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破掉了我的那个滤镜之后 我看到了真实的生活需求 你要破出这个滤镜 要看到真实的自己 要客观的看 别去想象 咱们就是客观的 在你的家里面去看你的生活的状态 第二个建议就是 找一个设计师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真正专业的设计师 在给业主做设计的时候 他甚至有点像心理咨询师的那个角色 他是在帮你发现自己 他是在通过现象去看你习惯是什么样的 你实际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建议就是 如果你要装修的话 如果你要找设计师 什么请了设计师也好 装修公司也好 我强烈建议把他们请到 你现在生活的这个家里面去 让他们看一看 我们很多设计师是有这个工作的流程的 他们会去看一下业主现在住的家里面 很多人会想 我现在住的可不堪了 乱七八糟的 你不要来了 我想要一个新的家 完美的新的家 可以解决我现在很多的困难 给你一些图片 对 我给你看这是我想要的 那是我想要的 但是我们要回归现实 就是要把人家请到你家里面 就是要让破除滤镜 看到你真实的你 真实的你的习惯 你的居住现状是怎样 专业的人会帮你去分析 为什么你想要的是这个 可是你现在活成这个样子 那我怎么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专业的服务 和专业的设计 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不专业的人 很难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里面 连带再说一个观点 就我觉得 无论是家居设计 还是装修什么的 不以改变 大家的生活习惯为基础 就是人活到这岁数 也该认识到 自己是很难改变的 因为如果我再搞一次装修 我感觉我得请设计师 因为第一回的时候 即使我觉得 我已经看了那么多东西 我大概也明白 自己的需求 搞出来也还行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细节 都是由于我没有经验 对 然后就是考虑的不太周到的 是的 然后我自己要再搞一次 整个流程又太耗时间 随时人随时越来越大 搞不动了 搞不动了 对 就很多人以为觉得 找设计师 要只要设计费 其实那是不是花更多钱 我们去看好的设计师 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是管理预算的能力 就你告诉我 你花多少钱 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装修 我们家新家 我就明确告诉我设计师 我就这么多钱 而且我非常直观 直白地告诉他 我就给你这么多钱 可能多一两万我都没有了 那他就会想了 你这么多钱 那我怎么给你分配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遇到一个东西 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想多花点钱 那我们就去想 在什么地方 可以把钱往外扣一扣 哪的预算再省一省 所以这个预算管理部分 是我觉得是专业的人士 最重要的一个价值 你是个很成熟的想法了 我觉得大部分用户的想法都是 我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都尽量省吧 这些年我觉得 其实装修市场发生很多变化 你刚做好住的时候 市场上其实是没有 那么多设计师的 没有 现在大家都是怎么冒出来的 就我们在做好住的时候 做这个社区之前 我们就决定要做设计师了 当时我们15年开始 做这个设计师 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们立了一个目标 就是能够做到8个城市 每个城市15个设计师 就很好了 等一下 我的心情是15个设计师 一个城市没多少啊 对 但是你看现在 我们平台上 大概得有三四万设计师 从目标师到三四万 其实他们是都是存在的 等一下大家是建筑师在就业吗 哎真的我有个朋友 设计师的群体有很多 很复杂 就是有这么几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就是 他原来就是做家装的 但他可能原来是在装修公司里面 然后当他可以 自己有接单的能力的时候 他就可以跳出来了 他就可以自己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或者自己独立单干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第二个重要的来源就是 原来的做建筑的人 转去做家装 第三个主要的来源就是 原来做工装的 其实有很多很出色的设计师 因为在上一个时代 大家不愿意在家装上面 花钱 花精力 花心思 对设计这个行业 基于住宅设计 并没有足够的尊重和认可 所以他们不做住宅设计 他们都做工装设计 然后慢慢这个行业改变了 市场改变了 有年轻人开始认可设计的价值 那他们也会从做工装转来去做住宅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但是这个量有这么剧烈的变化 真的是超乎想象 对 还有一个就是 它原来都是在水下的 就他们靠自己的关系去做生意 接生意 那现在它可以到平台上 到网上来接生意了 这里面还伴随这个改变 就是上一个时代 很多的装修 它的业务来源是新房 它吃定一个小区 一个楼盘 它可能又能吃到一些资源 但是现在新房越来越弱了 二手房多了 二手房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线上货客就很重要了 你光靠吃一个楼盘 蹲一个楼盘 已经不行了 但是你可能会有个问题 那它靠自己的口碑相传 是不是OK呢 也OK 但是当大家想做更好的案子 接触到更好的业主 尝试更多的风格 和更大的挑战 或者接到更多的 我想把我的工作室拓展 不是我一个设计师 我想两个设计师 我需要接更多的生意的时候 这个量就不够了 哦 原来如此 所以说从这120个人 到现在的三四万人 它是一个我们这些年 一直在各种挖 把各种各样的设计师挖出来 但是即便如此 其实从市场的规模来讲 它的增长速度 还是不是很快的 它不是个指数型的增长 就是设计师这个行业 我觉得我们得尊重行业的生长规律 可能之前的一个设计师 他的成长可能需要七八年的时间 但是现在如果你可以让他自己接到案子 可以让他在很好的设计机构的 去接受培训和接受这种实践 他可能能从原来的七八年 变成三四年 他可能三四年的时间 他就能成长成一个能度党一面的设计师了 而且你们这个平台能做到一件事吗 就是说能够让口碑好的人更浮出水面 对 就我们也在做很多尝试 比如说我们在建立标准 现在我们建立了一套设计师的评价标准 就是他有一个服务流程 服务指南 因为设计师和公司和机构 他提供的服务不一样千奇百怪 我们把所有我们能拿到的服务流程 全部都梳理出来 设计师和公司可以在这个流程里面 去选择自己提供的服务 这个就是流程化了 把它项目化 一个业主拿到 看到一个设计师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设计师 在接下来的施工过程和设计过程当中 他都做哪些事情 他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做大赛 今年做到第六届 就每年差不多都有几千个设计师 参加这个大赛 应该是18年19年开始 我们开始真的深入到 这个行业里面去了 就我觉得做互联网 尤其是什么所谓的产业互联网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不要站在你互联网的 这个一亩三分地里面去 去看产业 啥叫真的深入进去了 就你真的走进去 走到这个产业里面 你们怎么走进去 就我们会去一家一家的去 跟设计师去聊 去了解他们 如果他们有问题 他们做的不好 他们的问题出在哪 包括有客诉 一般来讲都是什么客诉 常见的客诉就是 比如说设计师 响应的不够及时 我觉得太忙了 没响应我 态度不好 类似这样的 其实我们也在看 我们也在帮助 这个设计师这个行业 我们不断地在 真的就是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告诉设计师们 大家虽然是设计师 虽然在做设计 但是我们是个服务业 我们是在服务客户 就是很多设计师 其实他刚开始 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尤其服务C段客户的时候 他的服务意识是不够好的 并不是说他的能力问题 也不是他不想做好这件事情 就是他没有服务意识 就是我还是 有知有文化 挺高端一人 对 对 对 啥叫服务 对 就这个事情 这就我们走进产业里面 去走进行业里面 再包括你去看设计师 他们的成长 到底需要什么 然后我们在设计师的成长 这条线里面 我们去看哪些事情 是我们可以做的 比如说我们发现 他们是需要竞赛的 他们是要大赛 这样他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人 他们也会有压力 他们也可以看到趋势 哎呀 人类果然是一种 好卷的动物 人类就是很卷的动物 我不知道在过去这些年 软装市场 或者说家具市场 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这个很好啊 这个课题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课题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往回倒推的话 大概是在131415年 这一段时间 出来了一些家具品牌 或者设计品牌 很少了 拿到了一些投资 然后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 有点昙花一现 现在来看 然后到了1819年 这个行业看起来 好像又冷下去了 对 又没声音了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 行业的角度来看 都好像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像又没声了 但是当你去看淘宝天猫 你会发现 尤其是19年开始 大量的品牌 商家又出来了 而且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就是说实话 现在很多淘宝天猫上的商家 做软装的 做生活用品的 包括做家具的 他们的方向是很对的 怎么个对 他们在提供年轻人需要的 和喜欢的产品 什么是年轻人需要 和喜欢的产品 简单来说 比如说一些网红风的东西 众所周知 我很反对网红风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网红风这三个字 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需求 那以前网红风 只存在ins上面的图片上面 对 现在至少能买着了 至少可以买到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15年16年的时候 我经常听到的人说 我买不到这些东西 我能看到 在图片上能看到 但是我买不到 我敢说现在 基本上你能喜欢的东西 你在淘宝天堡上 都可以买得到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真的 这个资本在里面没有作用 好像没有发挥出作用 这是我觉得很惋惜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资本也不好发挥 不太好发挥作用 因为大家个儿头都很小 对 这个有两个制约 第一个就是 它每一个品牌的交易规模 和它的体量 每一个品牌都不大 这个行业很大 是一个万一市场行业 但是每一个品牌 它其实规模都有限 第二个就是 它的作为一个品牌 它的成长速度是有限 它是有慢的 它不像是快销品 我通过大量的投放和营销 马上就可以把销量提上来 品牌建立起来 这个行业不是这样的 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资本动作 一直都比较大 比较少 但我也认识很多投资人 我可以负责地说 很多投资人是一直在关注这个行业的 只是大家都不太好下手 我也理解 因为真的风险投资 还是非常非常追求成长速度的 是的 一年得翻个几倍吧 对 是的 比如说也有我很喜欢的家具品牌 然后当年我装修的时候就买了一件两件 但是没有办法大规模买 首先你们家就这么大 对 你买不下手 就比如说口红 买一百只也占不了太多地方 家具可买不了一百件 然后第二就是说 其实每个人的家 比如说我很喜欢那个品牌 他们有一个理念 就是在设计感之余 他会认为说我要适配当代都市的小家 然后他也有一些很贴心的设计 但是比如说放到每个人家里去看 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跟我们家尺寸不太大 它没有办法很模块化 很标准化的去做 对 然后即使很认同很喜欢 你也没有办法一直买 你的更换成本是很高的 我觉得看到一个好的现象 就是一个趋势 就是这样的品牌越来越多了 或者商家 有的我觉得很难把它称之为品牌 它可能就是一个商家 它就是个店 但是他们做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第二个就是我发现 很多的品牌或者商家 现在比较务实 就是我要把我的销量做好 然后我自己把我自己cover好了 就把自己这个经营做好了 我能滚下去 我能一直做下去 我不会再去试图画一个大饼 再去做一个特别大的梦 而说我就是踏踏实实地 把我的产品做好 把我的品牌做好 然后把我的口碑做好 就这些年 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超乎我的之前的一个 判断的一件事情 六七年前 我本来以为国外的很多品牌 会迅速地进中国 结果没有 结果没有 真的就是我好几年前 非常喜欢就看到一个图 觉得这也太好看了 一个沙发 但是就肯定是国内 我搜遍了 没有 最近两年发现 淘宝出放款了 而且你知道吗 即便把这个沙发摆到你面前 你可能也不会买它 因为它尺寸 跟你的家不合适 中国人最加剧的需求 是很复杂的 尺寸的问题 材质的问题 功能性的问题 在北京主要是放不下的问题 对对对 绝大多数国外的品牌 他们的功能性做的都不太好 它可能更是视觉上的东西 材料上的好的优点 它的功能性不那么好 所以大家在做 消费决策的时候 就会有点卡住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被 信息简房所困扰 不要受制于信息简房 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用 国外的家具 然后很多网红在用 或者杂志 很多杂志在拍 但实际上 回到现实去掉滤镜 大多数人的家里面 是很难用国外的家具的 包括我也认识一两个 他们之前是做出口 他们从涉及到商产 都是他们做 但他们之前在做出口 然后这些年不是疫情的原因 就各种各样 包括国内的内需也起来了 市场也好起来 他们也在想往国内转 就做国内的市场 他们就会发现 他们把国外出口的一些产品 拿回国内做不起来 就卖不好 我前两天 我刚才跟一个品牌的人说 我说你这个东西就是很好 但是你整体缩小30%的体积 你可能就卖出去了 是啊 比如说也有那种 住在海外的博主 然后家居博主 然后他们去看房子 你看的时候 你就会越看越生气 就想国外房子真大 就我们常见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国外的 在居住这个事上 尤其有大house的人 住大house的人 就大房子的人 他要关心的是 怎么把这个房子填满 对 那是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包括我们认识很多 做豪宅的设计师 做大宅的设计师 有些设计师 他慢慢做好了以后 他开始接大宅 他发现 跟做小户型完全逻辑不一样 他的逻辑是 我怎么能把这个房子填满 看起来不空 看起来有格局 这两件事情 我跟你讲 我妈在现成的房子 至今也没有填满 是这样的 不一样的 但是很多人现实上 又在想 我怎么节省空间 这两件事情 所以家具 就刚刚我们刚才讲家具 还有一个市场 我觉得很多人忽略的 就是软装 就软装 家具其实包含在软装里面 但其实是 比如说像装饰品 然后像家具用品 生活用品 这些 其实这些年发展的 非常的好 就你会发现 很多之前 你可能只能在日本 看到的一些 很有意思的生活用品 很方便的东西 然后可能在国外 才能看到的 现在你也很轻易的 就可以买得到 我觉得好好注意用户 最热衷的 就是买日本的收纳用品 我其实前两年 也陷入过这个 陷阱里面去 我买了很多收纳用品 然后我家属 给了我一个 非常犀利的评价 就是你现在需要的是 收纳你的收纳用品 从他说了那句话之后 我就很谨慎了 后来我就发现 包括我这次装修 我就发现 我现在住的家里 最大的问题 就是收纳系统做得不好 所以我的很多东西 都瘫着 收不起来 然后我这次装修的时候 我的新家 就很注重收纳系统 然后我就会发现 其实收纳 它不是一个说 只是你用一些产品 你能解决的问题 不停的买收纳盒 不停的买收纳箱 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它是个系统性的问题 就近摆放 我觉得这是第一大原理 就近原则 你要跟着你的生活习惯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很多人 说书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发现一个趋势 就是原来大家 很多人家里 就是先整一面大书柜 反正不管你有没有书 气派 先气派 整一面大书柜 我们在早期 我们还看着很多人干啥 就买假书 就为了把那个大书柜填满 我一度也是有一个 一大面书墙的梦想的 后来没能实现 方太小了 就现在我们就 很多人他会把书架 大书架拆成小书架 然后现在有很多活动书架 在你的很多的生活的区域里面 都会有书架 床边有一个书架 然后你的客厅有一个书架 甚至有的人 卫生间里面都有一个小书架 我正想说这个 对 然后他会因为 你不同的场景 你看不同的书 你放不同的书 所以你就没有大书架了 你变成了N个小书架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这个也是 大家在去适应这件事情吧 究竟原则就不会把衣服 比如进门有一个 衣服的收纳系统 你就不会把大衣 真的到处都是 我一直在说 我觉得好的家居设计 不是让人变勤快 而是让人更好 可以更好的 更舒服的 更得体的懒 因为懒就是人的终极需求 而且你的家 是你最内在的存在 它就得让你可以懒 那懒和有序的得体的生活之间 到底是什么 就是设计 就是我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我要根据我的习惯去做设计 让我在不改变我的习惯的前提下 我还可以得体 我家里还可以看起来比较干净整洁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究竟收纳 那究竟收纳的下一步就是 你要整理你的需求 你的习惯 然后建立你家里的收纳体系 所以现在很多人又兴起 收纳师这种职业 我觉得收纳师这个职业 是有它的价值的 有它的意义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装修的话 你最应该干的事情 不是请一个收纳师 而是跟你的设计师 好好聊一下 你的收纳系统该怎么建立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买 原木石木家具 对 而且就是我感觉 过去卖的挺好的一些牌子 或者小牌子吧 基本上都是干这个 我觉得它本上是这么一个迷思 就是我觉得很多年前 大家家里的家具 可能有太多是板材 我们就觉得板材家具一定不好 等我自己有了房子的时候 我一定要用石木的 这个才经久耐用 但现在看看 可能也倒也不一定 我觉得这个事 就也是我们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也有很多人很好奇 甚至国外的人 也挺好奇的 就是为什么石木家具 在中国发展的这么好 我觉得这个事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东方人真的有东方人的特点 即便我们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 我们之前审美体系不健全 什么这些问题 但是骨子里 东方人其实是喜欢天然材质的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年轻人在材料上面 他越来越喜欢天然的材质 就是石材 木制的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 桃或者砖 这些泥土 这些都是 我觉得这是东方人 骨子里的一种 一种血脉上的东西 就是他喜欢天然的材质 且大家觉得那东西假全少 对对对 第二个原因就是 这些年 尤其这 我观察 至少从家居这个行业来看 其实民族 或者说是叫文化的自信 是这五六年 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就大家开始 年轻人开始 接纳并且认可 我们的民族文化 和我们的民族审美 那进而就接 接纳很多的这种 相应的这种审美体系 或者材料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就是当一个小品牌 他开始想做家居的时候 从他的供应链上来讲 如果他做实木 是最容易上手的 天然材料 不需要太多加工 原来如此 我说怎么那么多 那个淘宝品牌 都是从实木开始 对对 是这个原因 你觉得国内这个家居 家居产品 你觉得这个市场 再这样往下走 你预测会发生 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看这个事是两分看 一分就是我们从品类上来讲 我在我这粗把家居 这个行业的产品的品类 分成两大块 一大块是家电和建材 它是属于大玩家 比较硬装的 硬装的 比较硬装的 因为它的生产成本 它的制造成本 它的研发成本 都非常非常大 包括它的库存成本 都很大很大 其实也没有什么新玩家 出来 新玩家很难 很难做这个事情 如果资本环境好的话 如果有品牌 可以拿到资金 拿到投 就是投资 它有可能能做 但是现在资本环境也不好 更难出来了 这是一大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在大家电和建材 这个品类里面 还是主要是大玩家的天下 软装家具 或者说是装饰品 这一块 生活用品 这块可能会另外一条路 就是百花齐坊 就大量的品牌 大量的商家 生产大量的不同的东西和产品 然后自己有自己的 比较稳定的客群 能够在自己相应的客群里面 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 而且我们谈到 做品牌这件事情 就是品牌 什么是品牌 一类是说 我解决了 最大公约数的需求 这是一种 你可以建立品牌 还有一类就是 我不走最大公约数 而是走个性化 那这就另外一个极端了 就是我越走个性化 我的产品越有特色 那我的受众群就越小 我有一个不成型的小想法 我觉得也许资本能够投的是 一些更能够模块化的东西 我认同 对 然后个性化的东西 可能就是 就大家自己开心做吧 可能也不是说 一个资本进去 能帮大家帮到什么 所以你看现在 这个行业里面 资本有介入的 出手的 像智能家电类的 是资本愿意出手的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一些照明类的 所以就符合你刚才说的 它是模块化的 它的产品是体系化的 然后它可以 大规模的复刻复用 它也没有什么审美上面的 特别特殊的 就是这种特别的东西 不用一个加一个 定制一个 对对对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要问到你 就是你都干了七万年了 嗯 就是你还觉得这个事有意思吗 有意思啊 我做这么多年就是累 累是什么 就是你还要做 但是你真的是累 就是累在什么地方 我总结了几个字啊 第一个字是慢 第二个字是沉 第三个字是变 第四个字是难 变是哪个变 变化的变 慢就是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低品行业 而且它是在一个意识培养阶段 它的变化和它的发展是很慢的 相对于可能快销品 美妆啊什么 对 饮料啊什么都是很慢的 但是它慢的背后 其实它还是比较稳的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看下来 活过了这么多年的品牌 无一例外都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在坚持自己的路子 没有受到很多的外界的干扰 然后第二个字是沉 对这沉有几个分类啊 就有几个像 第一它产业链很复杂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 也有讲到 第二个就是它品类很多 而且它品类与品类之间 就是隔行如隔山 所以它做起事情来很沉 而做起迭代来 包括我们做行业教育 也很沉 然后第三个就是它 刚才也讲到 它的产品迭代投入很大 它时间成本 研发成本 试错成本都很大 这就导致它这个行业很沉 做事情就是很沉 第四个就是资本难介入 如果资本可以介入的话 它有资金 可能会变得轻一些 它有点轻装上阵那种感觉 现在它所有的钱 都得靠自己一分一分地挣出来 它拿不到钱 这就让它变得很沉 举步维艰 也就是说 虽然看起来好好住 干的是一个互联网UGC平台的生意 但是由于说你们的土壤 有这些特点 导致其实你干起来也很累 我们很累 就我们也要想办法在这里面去帮助很多 或者说是推动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接受它自然生长的规律 然后第三个词就是那个变 这个词我挺想重点说一下的 很多人觉得这个行业是个传统行业 其实这个行业变化非常大 就第一个就是人心在变 人心 谁的人心 就是消费者的人心在变 我经常说 改变一个人的居住观念 可能一个礼拜 如果是系统化的 比如说你拉一个人 说你一为一培养他 定向培养他 给他讲居住理念 我一个礼拜绝对给他洗脑完成 可是产业如果要适应这个居住理念的改变 可能需要三年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因为这个理念背后是大量的服务和产品 产品又分成大量的品类 每一个品类又隔寒入隔山 所以人心变对这个行业 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和变量 第二个变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也在变 这也会折射到产品和服务上的需求 生活方式变怎么讲 比如说原来可能大家不独居 那现在大家独居了 那很多的产品 你要开始考虑独居人群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原来电饭锅都是大的电饭锅 现在开始有单人 就做一人量的电饭锅 就是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时代 生活方式的变化是最快的 是最剧烈的 因为经济大规模的发展 然后大量的 因为互联网的存在 因为国际交流的存在 大量的西方的 就是国外的东西跟国内的东西 不断的交融 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 第三个我们这个 我们如果从我们居住角度来看 现在的居住行业的主力消费人群 80后90后00后 他们的生活方式跟上一辈 已经完全全不一样了 其实我还挺好奇 其实粗暴的说 就是我们讲的城市化 带来的人的生活方式 方方面面的改变 其实也在影响大家家居生活 是的 还有就是行业自身也在变化 这个行业自身的变化 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到很多了 我再总结一下 第一个变化就是 营销方法不断的在推陈出新 层出不穷 我们接触到很多比较传统的品牌 就是比较有资历的品牌 他们很大的 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现在散落在全国的 上千家门店的销售 怎么去完成他们的培训和迭代 他们原来可能跟五六四五十岁的人说话 他现在要跟二十多岁的人说话 他用同样一套话术去说没用啊 现在人不愿意听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营销方式的迭代 第二个就是 我总结一下叫剃头挑子两头热 刚才有讲到 一头是大品牌 大品牌关注的问题是怎么换新 他怎么迎合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现在看到几乎所有 大家知道的叫得上名的传统品牌 他们都在非常好的 在去努力的才去改变 当然这个改变是很困难的 而且这个时间段 我敢这么直白说 其实是一个二来接班的一个时间 我接触到很多的传统品牌的创始老板 其实是很谦逊的 这个行业是实干家实干出来的 所有的传统品牌的创始老板和创始团队 都是很实干精神的 他们不擅长画饼 他们也不愿意画饼 他们更关注一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能交付 是不是真的能给我带来销量 我就看到很多的传统品牌的二代 他们的画像很相似 都是出国读书 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族企业里面去 他们的理念都是非常好的 他们也能看到很多值得相信的东西 但他怎么能够把这些东西 转变成这个企业的未来的战略 未来的产品的方向 产品线 未来的产品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营销的方式 销售的方式都发生变化 那在他非常复杂的这种传统的 营销的体系里面 销售的体系里面 怎么去做出这种改变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 但咋说呢 我觉得听着好像二代接班 好像某种程度上是个好事情 当然是 了解年轻 当然是好事情 所以这是剔头挑子的一头 另外一头就刚才讲到的 小品牌的层出不穷 那么这些小品牌 怎么能够做好自己的经营 做好自己的销售渠道 和客户的管理和营销 这个都是摆在这些小品牌面前的 一些很大的难题 他自己怎么滚起来 他没有外界资金 当然我也看到很多的 我觉得有个好现象 有一些有钱 有钱人 富二代 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了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他们的品位也很好 他们的教育的背景也很好 然后他也不差钱 他开始愿意做一些事情 然后这些事情还挺有特点的 挺有想法 营销理念也有 也比较擅长用社交媒体 他开始能够有自己的精准的客群 这是我们讲 第二个行业的变 第三个行业变 就是交易场景 非常地复杂和特殊 就这块我还是想稍微展开讲 交易场景 注意它是交易场景 不是营销场景 交易场景 要么线下交易 要么是比如说那种分期付款的 对 要么就是线上就追码了吗 对 就交易场景 它的复杂和特殊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 线上和线下的交易协同 该怎么做好 尤其在一个建材的品牌 建材类的品牌里面 你是需要线下 包括家具 你需要线下体验的 线下店很多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那天我前两天去 一个我买转椅 买那个人体工学椅 我就不说那个品牌 是什么品牌了 他们就做得很好 他线下店就是给你做体验 然后你问他说 这个买什么东西 他通通不跟你讲 你就到我们天猫店去买 我都不知道 然后你去天猫 我怎么知道他线下店呢 我是通过他天猫店客服 我说你有线下店吗 他说我有 我体验店是哪几个 你就去体验就可以了 这种这个品牌 他就做的 他打通的就很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线上线下交易协同 这个事是很难做的 它背后有复杂的利益体系在里面 有很沉重的 原来的那个体系 然后怎么转变 这个很难 第二个就是 由种草到收割的链路建设 因为我们再去看 从种草到收割的时候 很多的品牌 现在都在讲品效合一 对吧 那我就要知道 我在种草上面提 就花的每一分钱 和做的每一件事情 最后折射到我的销量上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 哇 这的确是这个品类 可能比较独特的难题 对 因为可能 我觉得大量的消费品 对我这个难题 但是可能决策链路 就没有家具行业这么长 对 第三个就是 真实的评价和口碑怎么沉淀 它不像快销品 我大量的有人买 然后我大量的体验 然后我大量的积累 快速在短时间内 积累很多的评价和体验 然后建立口碑 这个行业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很多的时候啊 我感觉我就是去看 淘宝用户评价 看淘宝用户评价 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而且很多人 他可能在经历了 完了这么复杂的一件事情以后 他已经没有精力 再去评价了 更重要的是 他可能会说一些差评 所以这就是 他交易场景很复杂 我觉得这是说 这个行业在变嘛 就刚才讲到的 人的人心在变 生活方式在变 潮流在变 行业在变 最后再落到这难这件事情 我感觉它就有点像是一个 消费品的 plus升级高难度吧 就很高难度 我这些年七年啊 我真的目睹了无数人 进入这个行业 离开这个行业 很多人 你说他们都进这行业干啥 进这个行业都是因为 第一觉得这个行业是个大行业 水很深 也很肥 产业规模也很大 总应该能干点事 对 以前的供给也很老 第二个呢 对 以前供给也很老 肯定要改变嘛 其实我看了很多人 他的方向是对的 但是你就是要坚持 你可能那个冷板凳 就得坐 坐下去 真的坐下去 比如说家具品牌 我有一个 我自己总结了一个规律 就是你的冷板凳 坐到五年 你可能就能 对 你可能就能出来了 然后你再坐三年 然后就能把品牌建立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 这个市场的供给 在我的感觉里 还是不够丰富的 尤其比如说我们可以 可以去做对标嘛 比如说假如说我们去跟 意识比 比如我们跟意大利 跟法国比 我们跟欧洲比 这中间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 跟日本比 应该还是有蛮大的 差距 我觉得 可以去填吧 我觉得我们谈到供给 是不是足够丰富 这个前提 就是你得去看说是 它的客群是什么 比如说有些品牌 它其实 它的产品做得非常好 它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外力 让它做得更大 做得更多 然后有些品牌 它其实 好像在做很多东西 但是大多数的产品 都是有问题的 都是不符合 它的客群定位的 还有一些品牌 可能它的东西 做得不错 可是它就是没有找到 它的目标客群 对 老板这段话 引去了很多品牌的名字 对 很难做出联想 对 我觉得就是匹配问题 你说匹配问题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背后 有两个核心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它太低频了 如果它的频次越高 它的匹配的 这个 几率越大 那它的匹配几率就越大 那它的匹配的这种 这种成功率就会越高 它频次太低 它的客户量就行 可能是别的高频消费品的 可能十倍 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它的匹配的难度是很大的 第二个就是它的匹配的 背后的这个因素 特别的复杂 它不是说 单纯的就算法 就可以匹配一下了 就行了 也不是这样的 它背后是人 人的因素是很复杂的 而且就我发现消费这事 一旦你让它的决策周期变长 有很多不可预期的事情 就会发生 因为它在这个决策周期当中 它会看其他的品牌 它接触更多的东西 它自己还在琢磨这事 跟家里还讨论 就没有冲动下单这回事 没有冲动下单这回事 然后它的中间的 不确定因素变得瞬间爆棚 然后留给每一个 它看过的品牌的机会 就越来越少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说明说 在这个领域 其实优秀的产品 由于大家特别爱多方比较 还是更容易 比如说长久的生存下去 当然了 当然了 就是所以我就经常说 就是你看现在很多的 尤其家具品牌 这么多年活下来的 还是活得挺扎实的 虽然人家很艰难 很艰难 就经营上也 其实也挺艰难的 但是我觉得是扎实的 就是大家都是经过 消费者都是经过 理性决策 多方比较 算过的 就还是它性价比最好 我说这个性价比 不是说价钱最便宜 可能就是我综合考虑 我的各种需求之外 我愿意给它花这个钱 对 这个也是我 这些年接触很多品牌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做一个品牌 就是作为产品的品牌的建设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去看 一类是可能偏快销的 它需要各种各样的手段 快速地建立品牌认知 然后快速地去接触到消费者 促进转化 销售转化 还有一类可能更回归到品牌的本质 就是我要长期地坚持地去做对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自己的品牌 建立自己的忠实的消费群体 然后让消费群体再去做口碑相传 这种后者其实更扎实一些 所以我有一种猜测 我觉得可能真的挺废的猜测 就如果有听众是投资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些创新的投资方式 可能未必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是可能七年期的基金 可能那种没有期限的基金 或者说我不是说我一定要IPO 甚至我分红的方式 或者就是说我就一轮一轮 我有接的办法 其实你认为说 这个行业长期值得投资 如果有人愿意募一笔 期限非常长的基金给你 你应该投很多 我能投很多 甚至我有好多品牌 至少二三十个品牌 他如果自己发股票 我是愿意买的 好的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现在 其实中国开始就是 房地产风向开始转 其实在过去这些年 其实什么家居啊 家居啊 印装啊 其实都是在跟着这个大势 在往上涨 当房地产的这个风向转变的话 对你刚讲的这些市场 会有影响吗 我分三点来说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去看过去二十年 过去二十年房地产行业 是家居产业 它最主要的一个驱动力 它非常直接的快速的 把这个行业堆起来了 但它问题是 它驱动了金额 它并没有驱动这个行业的产品的品质 包括这个行业的专业度 他们在这个二十年里面 它驱动的不够多 丑丑的精装房 买到了丑丑的东西 这是一个 就是说过去二十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 它让这个行业蓬勃 让这个行业快速的增长 我们不要把家居和居住 跟装修化等号 就跟买房化等号 对 不要跟买房装修 纯粹的化等号 我们现在看到大量的 我们的用户 他不买房子 他就重新装修 这是很多人 越来越多的人在做的事情 你是说租的房子重新装修 不是 他就是他买的房子 他可能住了五六年 七八年 十年 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 但就重新装修 很多人会觉得 这不是很麻烦吗 其实还好 他们的做法就是 我就搬出去几个月 我就出去租房子 住几个月 然后这边装修 装完了 我再搬回来 可能就是一个半长租 半短租的一个 对 我有影响 其实你们发了好几期 这样的案例 对 就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 大家首先不要 被这个事情锁猴 所以当我们谈房地产的 对居住行业的影响的时候 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是 它又没有那么大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第三点 它是此消彼长的 就是当我们的房地产的泡沫 退去 没有那么多的人买房 然后没有那么多的人 因为买了新房而装修 但是同时在增长的 一个东西是什么 是我们的居住意识 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我租房子也要住得好 也要去改变它 然后我们更多的人知道 我即便不换房 我的旧房也可以装修 即便我不重新装修 我也可以做局部改造 即便我不做硬装任何的改动 我也可以去改造我的软装 换我的家具 改造我的智能电器 整个的智能系统 这是个此消彼长 房地产在走下坡路 但是居住意识和消费意识 在走上坡路 但是它需要时间 我对你们的产品有一个 不成熟的小建议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说 做家具闲置买卖 在你们的这个产品里 加一个这样的模块 考虑过 也许会很 这个事特别复杂 因为这个事 为什么这个事 背后是一个 很复杂的供需关系的 匹配问题 它是很难用 刷算法去匹配的 然后再一个 因为它的需求量太小了 它的需求 看起来好像 大家都有这个需求 我相信你到大街上问 随便抓一个人问 很多人都会 我愿意啊 我可以考虑啊 但大家会不会行动呢 会不会去看呢 就是这是一个 很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从想法 到转化成行动 这里面的漏斗 非常的大 第二个就是 它在地属性特别强 你怎么能够 一定是本地交易 它是本地交易 然后本地交易背后 OK你可以接入这个 合作方 比如说火啦啦 这些都没有问题 这并不是问题 但是还是大家的意识 很多人会觉得 我把一个家具换了 这还是一件 很麻烦的事情 再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在于 我们去看 我也深入地去看过 中国的可能的 二手家具市场 和欧美的 二手家具市场 一个根本的区别 就在于 欧美的二手家具市场 有两个土壤 有两种土壤 一种土壤是 它很多的家具 是经典款 它是真的是可以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也不能说 越来越之前 至少它的贬值 没有那么多 它是可以 不断地在被转卖 转卖转卖 那我们现在 市场存量的 很多大家在用的家具 它转卖家具 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土壤 第二个很重要的土壤 就是国外 因为它比较分散 所以你就会发现 国外的二手家具 置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 每一个地方 会可能有一个 集中的 做二手 闲置家具的 置换交易的 那么一个地方 限下场 限下场 而且到处都是 就是理念 已经很扎实了 大家都觉得 买二手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 我们说的车库 车库二手 这是美国 非常常见的 就在我家里车库 我就开放我的车库 把我所有不要的东西 都堆在那 然后大家就去选 甚至很多美国人 他会把自己 不要的家具 就摆在街边上 贴个条 或者for sale 然后那你就来买 在中国 这是不可能实现 这件事情 因为它都在 大城市都住在楼房里 怎么在车库里 搞这个事 对 前两三年 我还跟猫柱 就多抓鱼的猫柱 我还跟它探讨过 这个问题呢 后来发现 越探讨到最后 哎呀 太难做了 这个事情 拿我自己为例 我几年前搞的装修 然后 我现在可能居住的需求变化了 我家里有几件什么 樱桃梦的家具 二黑的家具 知音的家具 我都想卖了 因为我要腾地方 但是他们其实都还是 很好的家具 这东西我觉得可能 也是好处的用户 愿意买 我自己直接的观察 我会发现 比如说大家 现在开始有转让 二手的意识了 通过捧拳 包括在好处上 也有很多人在转让 就是有这个意识 然后或者挂咸鱼 但这个事还没有成体系 没有成规模 就家具 我告诉我的朋友就说 你们家的家具 只要定价够低 什么都能卖出去 对 其实 二手家具之换 有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它的土壤是租房子群体 这个在国外也是这样的 我租一个房子 我想换一个好一点的家具 我可能不买新的 但如果有二手的 我愿意买 不知道 也许随着供给的品质上来 然后再随着经济下行 大家越来越久 这个供给品质 这四个字 其实跟什么东西 划光 划光能好 跟品牌划光能好 对 什么样的品牌 它值得备一家 值得被 经过时间的消磨 它的价值 还没有那么大的消磨 奢侈品是很典型的 那我们换到家具上 现在我们看到的 非常大的品牌 它是可以一买二手的 或者说是已经是 不断的中古 它是可以被卖二手的 而且价钱还在涨 对 甚至价钱在涨 我今天那段时间 刚花了很贵的一个价格 买了一张中古的沙发 我也是特别客观 理性的决策 这个沙发它没有降价 而且它要涨 而且你很喜欢 而且它可以涨 而且我很喜欢 我要注意的就是 我得好好保养它 最关键是 你作为一个卖家 你对它的价值 定价是怎么样 定价预期和买家 不一样的 而且很多买家 如果他真的是想 收二手家具 他不是为了省钱 他可能就真的去买中古 或者买大牌的二手了 然后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我就是想 凑合一下 就是省点钱 那就想的是 200块钱买张沙发 我通过这种方式 卖了很多我的家具 我卖过一个沙发 我原来是花 1000多块钱买的 然后我就200块钱 然后我不付运费 我在好桌上发了 然后有一个同舟的 一个住友就买了 然后还有餐桌 我家里很多家具 都是这种方式 但我就发现 我之前我走过弯路 我之前也觉得 它这个家具 是1700块钱买的 我觉得它至少 还能只个800块钱 根本没人买 的确是 我发现打五折都很难卖 很难卖 我觉得可能你背后 那个原因是很重要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 都打五折这个价格 然后还不如买个 一家的新的呢 我还有一个事挺好奇啊 就是你自己在 过去这七八年间 你有因为说好住这个事 发生什么变化吗 我很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心大了 我接纳包容了 就我刚才提到过 我刚做这个公司的时候 我其实更多带的是 一个编辑视角 我会去评判 我会觉得这个人的家 这个风格不好看 那个审美不好 或者那个做法很奇怪 但是我现在的转变就是 第一 我接纳所有的风格 所有的审美 因为我尊重他们 我觉得每一个人 他的家里 呈现出那个样子 只要他喜欢 就是他的正确答案 第二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真的开始 静下心来去 看我们很多用户的家 那些看起来 普普通通的家 那些看起来 可能在小公司上 不可能成为爆款的家 在抖音上 也不可能成为爆款 更不能上杂志的家 你仔细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是自洽的 甚至你 从一个很 不好看的家里面 你都能得到很多的灵感 因为他们是 真实在生活的人 他们不是为了 我要获取更多的流量 就是他们 更立体 对 是的 就是我觉得 根本就在于 这个人是不是热爱生活 他是不是关注生活 我其实还挺好奇 就是你做这么一家 这么慢的公司 搞了七八年 然后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 那我的四点体会 第一点就是 七年以来 不断地面对质疑 资本也会质疑你 然后合作方也会质疑 这事能做吗 我们这个产品 推出来能有人卖吗 我做了一个产品 你觉得行吗 或者设计师也是 哎呀 我这样可以吗 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质疑 就是大家彼此质疑啊 不是说质疑我们 我们面对了很多的质疑 经历了很多质疑 有的是质疑我们 有的是质疑 彼此 自己 这个过程其实是很 很心酸的 你质疑过自己吗 没有 我没有质疑过自己 这不是很好 对 就是所以这为什么 我还在做嘛 如果我要 我是个很理智的人 如果我的质疑 足够理性 并且支撑我做判断 那我就不做了 我不是个疯子 很多人觉得我很执着 我一直在做 我是理智的在做的 我不是凭借一腔热血 我不是为爱发点 就是它虽然慢 但是它在改变 而且在朝着正确的方向改变 第二个就是 就是作为我们 其实两个角色 一个是平台角色 作为设计师 我们是平台角色 作为社区 我们是一个偏平台的角色 还有就媒体的角色 我们作为这些角色 我们怎么真的 务实地去推动 改变这个行业 那比如说 我们在社区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去真的挖出来 那些真的热爱生活 不是为了流量密码 而去分享内容 而去分享的人 那这个是 我们很务实地 在推动这个事情 你们看到 小红书抖音上的 流量密码会焦虑吗 焦虑肯定是会焦虑的 但是我觉得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的本质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抖音 和小红书上的家居 它的内容 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我觉得能够激发 大家的兴趣 这是很好的 第三个其实就是 人才培养和识别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这个行业 它就是很慢 那你要找到 对这个行业 有信念的人 我们有公司 有很多同事 跳槽去了小红书 和贝壳 什么抖音 我觉得很好 我们在为行业培养 人才 我觉得这个 站在一个大的角度 当然我们不希望 我们有这样的流失 我们也觉得很可惜 但是站在整个大的行业来讲 我觉得很好 你怎么能够去识别一个人 尤其我最近有很深的体会 就是用爱发电和有信念 是两件事情 听起来很像一件事 对 用爱发电是一种冲动 是一种不理智的事情 就是我只是因为情感上的 情绪上的爱 我去做了这件事情 它没有理性支持 它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的支持 它没有逻辑 当然人的情绪是很容易变的 你们公司希望寻找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两类人吧 一类人是真的有理念的人 就是有信念的人 我们很多设计师线的同事 和社区线的同事都是这样的 然后另外一类人 我觉得就是 就是自我认知比较清晰的 职业规划也比较清晰 这种人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我现在特别怕别人跟我说 哎呀我喜欢家居 我想去你们家 你们公司工作 特别怕这句话 你是觉得不持久吗 对 因为你在真的做这个行业的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 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你面对的全是问题 你面对的不是那些美好的生活方式 美好的快乐 所以你有预期吗 自己还会干这事干多久 干到死啊 这是肯定的 哇 我觉得我不要给 这也是我最近想明白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要去给自己设定说 我一定要以什么形式去做这个行业 未来我还有好几十年要活呢 我做这个行业已经做了十年了 我肯定要坚持做下去 但是未来 无论发生什么变化 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找到 那个最合适的角度和那个位置 去做这个行业 好的 那谢谢冯老板 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冯老板的APP 好好住 我即刻叫冯老板啊 大家可以去关注 然后好好住里面我就叫冯老板 也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居生活 不管有房没房 对 千万别觉得优化家居唯一的原因是装修 千万不要这么觉得 家居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fancy的 非常感性的行业 跟美相关不是的 我们很多的设计师在做这个行业 大家是非常理智的在解决问题 那解决问题的一个前提 就是你要发现问题 我有一个非常务实的建议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哪些地方 你觉得你看的不爽 或者你哪儿磕他 在哪儿磕被绊了一下 或者哪儿特别乱 或者哪儿特别丑 总之就是你的情绪 让你很讨厌这个地方 搬一个凳子坐下来 就盯着这个地方看 然后跟自己对话 我讨厌他 我到底为什么讨厌他 他哪里让我讨厌 然后你慢慢对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在哪儿 然后带着这个问题 去想解决方案 我举个例子 我前段时间买了两个鞋柜 买了两个鞋架 很丑 我家鞋架很丑 非常实用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发现 我们家的走廊 就是旋官永远堆满了鞋 我就搬了个凳子坐在那看 我就发现鞋太多了 我然后开始算 地面上堆了多少双鞋 数出来 我现在想要拆掉一个架子 然后换一个很能装的鞋柜 鞋架 我应该换哪个鞋架 然后在淘宝上搜 最后买了两个鞋架 换了 臭 但是实用 臭 但是实用 但是它没存在感 因为它放满了鞋 其实并看不出来 后来发现地上还对着鞋 继续想办法 又加了两个隔板 在宜家买了两个隔板 在那鞋架上 又加了两个隔板 这并不是因为我看了什么好看的玄关 激发了我改造玄关 是因为我发现了问题 其实每个人的家里都有很多的问题 只是大家没发现 我们只是每天沉浸在那种不爽的里面 但是没有去 自己问自己 这是非常有用的建议 我们该去吃饭了 就这样愉快地到这里了 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商业外降的听众群 分享你对我们内容的看法 或者呢 也非常希望能够获得你推荐合适的话题 或者合适的嘉宾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那入群的方式呢 是在生动活泼的公众号里 恢复商业外降 外呢 是英文的外 然后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关于这期节目 大家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各大平台给我留言 小宇宙 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也欢迎推荐给你的一到两位朋友 或者给我们打赏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生动活泼 声是声音的声 另外也感谢商业外降幕后的小伙伴 包括监制Amanda 剪辑Curt 设计饭团 运营流遥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